所以有很多佛经当时有翻译的这个名目 可是后来找不到经文 例如无样寿经按照历史记载有十二种的翻译本 有经过十二次翻译 可是现在藏经里面只有五种 是调剃种 可见这个翻成中文的佛经 诗传的也不少 也许在诗传的经里面有这个记载 现在看不到 所以这个霍尔兹出禅是一定的 断烦脑脑上是一定的 蒙寿记 这个耶稣陀罗是在法法会上定的 有寿记的这个文字 那么摩登前女就没有看到 那么这些话就是免利欧难 你看看 人家是个女众 他们都这么努力修行 都断烦脑 都出三件 摩登记 跟你因缘很深 他今天他也已经正三国 那你才正出国 比起他来你还不如呢 你怎么不可以 不好好的下班功夫啊 所以后边两句说 如何自欺 上流观听 自欺 只欧难 你呀 自己欺骗自己 只是在听法 记 凭劳命的记 记 记佛所说的法 一般记起来 可是 你就不用功修行 所以这里会劝他说 你就是经过意见来 意识佛的 妙法 不如你用一天的时间 来修断烦脑的五落叶 好好的用功修行 修一天 也甚个你不修啊 所以因此之故 这里贼被欧难说 你为什么要自己欺骗自己啊 这个欺骗 是欧难自己欺骗自己 只是记忆佛所说的法 自己没有修行 自己没有修行 不是骗别人啊 是骗你自己啊 因为你自己不能写脱 你怪谁啊 上流观听 你尚且停留在 见闻觉知 六根对六成 追逐这个因缘自然的 这个这些理论上 观 观是只看 看 眼睛见 观就是见 听就是闻 就是言 见色 耳闻声 鼻朽香 色之味 神感处 一之法 就是六根 追逐六成 欧难只是注重在耳闻 多听法 拼老命的听 听就记起来 记得很多 所以摩佛家是赞叹 欧难说 佛法 佛法 流入大海 流入欧难心 像大海水那么多的佛法 统统流到欧难的心里面去了 所以欧难都能记得 他都是用听 记 看到佛法 佛说法的地方 就去听 听了就记起来 你尚且停留在 用眼见 用耳闻 停留在这个六根对六成的境界里 你还在因缘 自然 在哪里转过不停 不好好的下翻功夫 你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这样子 来勉力 欧难 方法实在 非常之好 佛度人的选招方便了 那么他有很多 而且都是很文雅 不会有死人 觉得难堪的情况 欧难听到这里 他只有谈悔 他不会在法会上 觉得有不好意思的情况 或者是很难 很难见人 不会有这种事情 而因为佛说的都是实际情况 他喜欢听耳机 不用工修行 这都是事实 前面在七番破旺之后 欧难自己就亲自说过 他一向总认为 佛会给他一个山脉 因为大哥成佛了 他所挣的山脉很多啊 给我一份就好了 我不必多了 一个就好了 他一向抱持这种的见解 所以他自己不肯去下功夫 那么现在听过小上面的经文之后 经过佛的勉励 他是不是就凭劳命的下功夫吗 也不见得 为什么 因为他要做事者 他有个任务在身 还不能一下子断烦恼 他不是不能断 也不是无力断 而是还不可以断 为什么 他要当佛事者 做佛的事者呀 不能振欧罗汉国 因为佛很慈悲 很谦虚 不能让烦恼断尽的欧罗汉 来当他的事者 佛一生四十九年说法当中 前十几年 欧难还没有当事者之前 谁当事者 我的儿子 因为没有明文记载 也许那个时候佛自己当事者 他不用一定 某一位当事者 那么以后欧难当事者之后 一向就是欧难 帮佛当事者 为佛办事 那么只有一次 叫周历盘陀切 当临时的事者 那波 只有一次而已 那么其他都是欧难 佛不愿意让正欧罗汉国的人 来当事者 所以这个时候 欧难虽然听到这个话 勉励他 他也知道要断烦恼 可是在佛还没有入灭之前 他不打算断建事 或完全断经 最起码 他还要留一点 所以这一部经 讲到第八卷了 讲到第八卷 结经名之后 欧难才正恶国 可能正恶国之后 就停留在那边 不再往上升 因为他正恶国啊 还有三品的 欲见私货保留住 他还有欲见那三品私货 他就可以当事者 佛就愿意给他当事者 不会有发生这个问题 所以欧难一直到 佛入灭以后 要结集金藏之前 才正欧罗汉国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从而听到佛 要他努力修行 佛还在世间 他也不打算多大的用功 多多少少也会修一点了 不会完全没有了 不过少了 因为他要当事者 他有任务在身 他不是不断烦恼 经文讲到这里为止 各位没看看这个科判 讲到这里为止 大科第一段 显如来藏 显如来藏就说完了 这个显如来藏的科 是物质下第一显如来藏 再往上看 丁字下第一 基山道成三德 第二 解一记立五名 第八卷解经名之前 就是基山道成三德 基山道成三德的这一科 分为三段 第一 显如来藏 显如来藏的经文 从第一卷的真中分开始 经中分开始 一直到现在第四卷的这个前半 刚刚讲完的 上流观听到这里为止 就是显如来藏的文字 说完 显如来藏注重在顺理 显示众生本有如来藏性 就是经文所说的如来藏 妙真如性 人人本具 显示这个离 因为要成佛呀 要以不生灭为本修音 才能成就 究竟佛果的果真 所以先要把这个道理 完全清楚 然后才能讲修门 所以第二科 就叫明远通门 那么接下去 我们经文上就有这个科幅 物质下第二 明远通门 明远通门就是说明修行的道理 远通啊 另外有个名词 叫做三脉 三摩地 三脉 心意三摩地 三摩提 旧意三脉 远通就是旧意的三脉 还有一个名词 就是写通 写通 正到三脉了 叫做圆 得到写通了 就是通 圆通 这里说的圆通 按照第六拳 这个 文术师利菩萨 选远通的这个文字 是三个字 远 通 长 长度的长 里面还有个长字 这个长的意义 就包含在远通里面 因为这里文字 求 减牙 所以远通长三个字 如果是排起来 会变成五个字一句 或者是九个字一句 因此都说远通 接下去 科判就叫做明远通门 明远通门的文字 一直到 这个重说咒之前 所以这个经文很长 分两段 第一 正教当机 双神信修 就是接下去的经文 正在教导 温暖当机 对于了解 诸法的理性 求证本有的真修 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 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直到 这个 二十五元通说完 选元通 那都是属于这一颗 所以这个科判呢 一直连到第六拳 第二颗 最为末世 重选 戒咒 这个已经是在第七拳 现在我们顺着经文 第一段 正教当机 双神信修 下面说这个文字 是佛正在教导 当机 教他 对于这个理性方面的道理 修持着四项 怎么样子用功修行 要他两方面都要好好去审定 所以叫做双神信修 所以叫做双神信修 文字 分两段 第一 欧难悟情 第二 世尊许说 就在后边 欧难请 请问之后 然后佛就答复 世尊许说 先说 欧难 听到上文领悟之后 再请罚 平常有个 这个 术语的习惯 下文叫做 请入罚物 欧难请入罚物 花 是含豪华的房子 好像给他一个豪华的房子 可是他还找不到门 可以进去 所以叫做请入罚物 下面的经文 他的问话 用意在这里 看出经文 欧难 急诸大众 文佛是回 疑惑消除 心悟实相 生意清安 都未曾有 这是他领悟的境界 是结极家 用文字表达出来 当时欧难的 这个领悟的境界 欧难 并且当时在会的 所有的听众们 许多的大众 听到佛的开示 教诲 文佛是回 事是开示 活是教诲 佛的开示 前面 三九万半的经文 所有的疑惑 完全消除 心里没有怀疑 完全明白 佛说法的用意 没有迷惑 完全已经开悟 所以疑惑 消除 消除的消 用这个字 金字旁 跟这个三点水 不大一样 怎么不一样 三点水的消 比较容易消 水一洗就没了 三点水的消 比较简单消 金字旁的消